《平凡》 《平凡》 放冰《出发》 《中文化百Book Podcast》 《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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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孙悦 在我住的这个社区里头 有一个图画班 那我每次复建的时候 必须要经过那儿 经过那儿呢 就看在橱窗里面 那个班上那些小朋友 就是有的时候在想 有的时候在画在那儿 我就站在窗子外头 以不打搅他 不引他注意为原则 就看他们画 好可爱啊 他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在我们办公室里有个同事 他的那个女儿啊 这个小学二年级 哇 画了好多东西 他不只是画 他还要表现 画完了以后 他就贴到他喜欢的阿姨那儿 那个桌子那儿 在这儿一个 在那里一个 到处都看到 画的是很好 那我就觉得 我看到了小朋友 那种纯真的那种感觉 当然我举例的 说的是画画 小朋友很多方面呢 都很纯真 包括了他的哭 包括了他自己希望 而没得到的东西 或者是他想 想要的东西 或者是他看到了新鲜的东西 那种单纯的感觉 今天跟大家谈的不是小朋友 是借着小朋友来想到我们 很多的朋友已经是中年了 老年了 进入到这个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事故 很多的阅历 我们常常看这个事情 看那个事情 用我们自己心里的标准 用我们的经验来看一些事情 而忽略了我们原始的 当小朋友的时候那份纯真 纯真代表的是什么 就是单纯 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如果是很单纯的话 就算意见不合 两个人闹了哪个意见 有些冲突 再之后自己想 我错了 对不起 我错了 老师 对不起 我错了 朋友 你的同学 对不起 我错了 这都是纯真那种表现 可是现在呢 当我们老了以后 这种东西慢慢慢慢的 好像退去 我觉得 我们看很多的话 那种像那个 这个这个 七百十的话呀 或者是 谁的画的东西 那种带着那种 纯真的感觉 童年的那种 那种那种很单调 可是觉得很有趣味的感觉 我觉得这些东西 我们都可以保留在心里 人一生就是一次 好好的享受纯真 让我一生都过得很愉快 很平安 上帝赐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